聽見歌在唱 主要裡面在講 因為小子華面對 快要廢校的一間山區小學 他們為了要拯救學校 而開始來想說 這個學校裡面 我們要發展出什麼樣 屬於自己的特色 所以就有一位 看不懂無限譜的體育老師 加上了一位流浪代課的音樂教師 然後還有一群無音不全的小屁孩本 他們要在三個月裡面 組成一個合唱團 好 去外面比賽 然後為取校贏得冠軍 想說這樣可以拯救學校 不要讓他被廢掉 結果到最後面 就發現在慘敗之後 發現自己的聲音 可能沒有自己想像中的 那麼樣的美好 因此勇敢面對自己的不同 而找到自信 那在裡面的故事 其實也根據馬彼得校長 他年輕的時候 發生了故事來當作靈感 那才延伸出其他虛構的角色 那馬彼得校長 他在年輕的時候 他因為是資優體育生 而被保送進去師磚裡面就讀 但是因為他看不懂無限譜 所以常被音樂老師給罵 或者是 就會覺得他怎麼會 這種不聰明 看不懂這樣 然後在有一次 這個鋼琴考試的時候 因為這馬彼得校長 他為了要求過關 所以在所有的指定曲裡面 他就選擇最難的那一首 他就努力的把它練起來 不管老師 就是選擇哪一首指定曲 要他彈 或者是他抽到哪一首 來當作考試 他就彈最難的那一首 老師就覺得說 你連最難的都會 那其他的 你應該也會了 所以他就因此地過關了 所以這個事情也是滿有趣的 當作裡面的一個小故事 來去做延伸 那如果想要透過這一部電影 他們也是想要傳達給大家 是如何透過 在比賽過程之中 或是在跟別人相處的過程之中 來找到自信 來看這一部是果片 聽見歌在場 因為我們辦學上沒有特色的 那我有個建議 我們學校有這麼多的小阿妹 小江新疼 辦個合唱團去參加比賽 拿到冠軍 馬上就是我們的特色了嘛 我是可以負責伴奏的部分 那指揮要怎麼辦 差不多 走 一 二 預備 唱 怎麼去擁有一道彩虹 很好 怎麼去擁抱一下天的風 立正 立正 教練你真的適合參加團的機會嗎 不行 你連五線譜都看不懂 你要怎麼帶小朋友 說真的 我覺得三個月的時間 他們不太能太好 這 這個我知道 我不知道我做的會怎麼樣 可是我已經很清楚知道 如果我不做的話會怎麼樣 讓一陣風吹冷 風吹飛上天 為了你而祈禱 而祝福而感動 總被你聲音消失在你 要練我們不要唱了 我們的聲音又跟他們不一樣了 為什麼不一樣就是錯的 不容主唱歌 音或許會不准 但是會有一起不准的好聽 三個月前 你可以想像他們現在的聲音嗎 我覺得很有機會 是不是很精采啊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有關於不同主題 不同類型的電影資訊 要請記得鎖定民視第一台 電影情報站